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也就是说,用自己的阳兽换取聊天的时间 于是阿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点了同意 一件超级酷炫的开场动画过后 屏幕里出现了一个带着小翅膀的妹子 阿伟眼珠子都正直了 那么这妹子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呢 妹子微笑着对她说,自己叫未来精灵 所有的未来事情她都知道,有问必答 于是阿伟问她,为什么要开这个聊天室 精灵说,这是商业机密 你只能问未来的事,得守规矩 这样吧,你问个明天的事,我肯定知道 这时,一个同学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复习历史 阿伟听后啥了 她居然把明天就要考试这茬忘得干干净净 要不我问问这妹子吧 精灵说,这个简单 你只要问心明天要考的题目就行了 并且告诉阿伟 明天要考的题目分别是 比较儒家和法家的人性论 以及宋明理学的背景这两道题 阿伟不太相信 但一想反正自己也不会 就死马灯火马一堵一把吧 点灯出离开了聊天室 到了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阿伟心情弹粗的拿出试卷一看 神了 果然这两道论述题和昨天小精灵说的一字不差 他昨天就只背了这两道题 打几题来是如意得水 考试结束了 其他同学出来后纷纷摇头 只有阿伟一脸轻松 回家途中听到电视里播放了今晚有足球比赛的新闻 巴西追见科威特 哎 要不然回去问问小精灵 今儿晚上巴西队能赢多少球吧 借此试试他是不是真的那么灵 逗家后一想 每六秒换一天 那要是聊一分钟 我可就少活了十天 还是先问问他 我到底能活多长时间吧 时间紧迫 阿伟开门见山的问 自己寿命有多长 小精灵说 放心吧 你能活到85岁呢 你好得起 咱俩可以慢慢聊 阿伟放心了 接着又问精灵 今晚巴西能赢多少球 没想到精灵竟然说 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其实是科威特 而且比分是3比0 巴西队这么强 怎么可能输 你这也太离谱了吧 小精灵听后 竟然把具体的进球时间 以及进球方式都说了出来 感觉不像是在瞎说 阿伟一想 科威特赔率这么低 我要是买他赢的话 岂不是发财了 于是阿伟退出了聊天室 然后倾尽所有家产 买了科威特胜 比赛开始了 巴西队攻势零力 好几次都差点进了球 但每次都差了一点点 再看科威特 运气超级好 果然上半场结束前 就攻进了一球 酒吧里只有他一人支持科威特 旁边巴西队的球迷 对他意见老大了 到了下半场 科威特再入两球 进球的时间也分毫不差 于是阿伟凭借这次赌球 还赚了一笔 一想 自己之前和那个精灵聊天 还不到十分钟 最多扣的两到三个月的寿命 就赚了几万块 真是太值了 这时听到路边有人说 今晚六合彩开奖的最高奖金 有四千万之多 八点半开奖 八点截止投注 现在已经七点了 快去 到家后赶紧向精灵询问 这期六合彩的开奖号码 小精灵说 这次的投奖只有一个人中 独揽四千八百万 然后将一串彩票的 中奖号码报了出来 阿伟将号码迅速积在了手上 然后就急匆匆的出门了 结果这时电梯还坏了 一看表 离八点投注 截止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了 只好走楼梯下楼 好容易跑下楼 结果发现门口 一辆出租车都没有 再看表 已经七点四十六了 那就腿着吧 金钱的力量是无穷的 总算赶上了 阿伟将小精灵告知的数字 报过去后 买下了这株彩票 等待开奖的时候 阿伟与朋友来到酒吧 豪爽的宣布 你们玩命喝 账我来点 都别为我省钱 这时电视中开始播报 本期的中奖号码了 阿伟的表情越来越兴奋 果然一顺不差 四千八百万到手了 开心的对好友们说 俺中了头奖 哥几个都傻了 然后就向其他几个 不认识的人宣布 今儿晚上 大家尽情的造 账全算在我头上 旁边一被小哥听后 去牛脸就走 阿伟不高兴了 哥们儿 我说了请你喝酒 这么不给面子 现在走 这小哥也老牛了 我走不走 关你屁事啊 虽仔 我又不认识你 你情婆婆就得喝呀 于是财他起诉的阿伟说 这样吧 喝一杯 我给你一千 小哥鄙视的笑了笑 钱 小爷我有的是 随手掏出一叠钱 拍打着阿伟的小脸 阿伟的脸上 实在挂不住了 于是两人大打出手 鼻青脸抖的 一起进了橘子 直到第二天阿伟才被保释出去 去彩票中心登记 签字领了奖 4800万的支票 对于宇哥来说 可真是天文数字呀 鬼在他拿着支票 向马路对面的朋友们炫耀的时候 支票却被封刮到了地上 这下果然乐极生辈了 一辆急舍来的汽车 将阿伟撞倒 碾在了车下 几个好哥们儿 看得目瞪口呆 都吓傻了 过了一会儿后 阿伟的手指动了动 决神奇的站了起来 和啥事都没发生一样走了过来 朋友们一看他没事 那太好了 来吃个甜筒压一惊 可吃着吃着感觉不对劲了 白色的冰淇淋 怎么变成了红色 没买草莓味的呀 阴红的鲜血 顺着阿伟的嘴唇流了下来 接着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 然后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女友还在给他打着电话 原来阿伟那天 只顾着赶去投注 忘记了登出聊天室 到现在已经过了38个多小时 扣减了64年的寿命 在他得意忘形的和别人大打出手 在警局吃窝头的时候 他的寿命正在飞速扣减 他自己却毫不知情 最终因为寿书扣尽 寿终而亡 此时的未来小精灵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身后洁白的翅膀也逐渐变成了深色 看来他并非是天使 而是魔鬼的化身 你们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吗 如果你问宇哥我 我会说不想知道 我比较喜欢每天都充满惊喜的过日子 无论是人生还是看电影 我最讨厌的就是剧透 你们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能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有个字 点击关注并常来看看 宇哥谢谢大家了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